好,我们刚刚最后讲到就是说我们为了要让各位能够更清楚这个超音波的这个反射和入射的一个特性 所以我们特别举了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如果今天超音波呢,产生出来的超音波是从空气直接进入人体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刚刚之前讲过超音波跟音波的差别只是频率的不一样 所以既然音波可以在空气中传递,超音波也没什么不行的 超音波其实是可以在空气之间传递前进的 那它一样也可以在人体里面前进 那如果说今天从空气要进入人体的时候会遇到什么事呢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说这些不管是入射或者是反射的特性 其实都会跟你的acoustic impedance有关系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空气和人体组织的acoustic impedance分别是多少 也就是它的low乘上c是多少 来,我们翻回一开始的那个表 这边告诉你的是空气之间的密度还有波数 low乘上c是多少,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乘起来就是空气的acoustic impedance 没问题吧,那roughly这不是很好乘啦 但是简单的稍微乘一下,大概是约略大概400 当然不是很准确啦,我们只要抓一个约略的数值就好了 整起来大概400左右,来那人体呢 在人体的部分我们通常多半是使用软组织的特性来作为推估 因为其实其他的这些器官呢,虽然跟软组织的特性有一点点差异,但是也差异不了多少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这个大概是1000 1000乘上1500 但是都多一点点,所以我要我们就把它当成是1000乘上1600好了 1000乘上1600的话呢,大概是多少?10的三四方乘上1.6的10的三四方 好,这两个东西知道以后,我们再回来这个式子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个原本介质所在的位置到你今天要入射的这个介质 也是介质1和介质2之间,它的acoustic impedance的比例 上面代表的Zair,air这个地方代表是Z1嘛,对不对 这个呢就相当于刚刚的Z2,因为我们说从空气入射到水 所以Z1其实是air,那Z2的话代表的是水的一个主抗 好,那分子的地方是400,分母的地方是1.6乘上10的六四方 你通通除上10的六四方以后呢,大概会等于这样子 所以经过简单的化解,刚好我选了一个可以被整除的数值 大概约略是2.5乘以10的-4四方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差很多 差非常非常的多 OK,差几千倍的这样子的一个3到4个数量级的这个scale 当你的impedence差那么多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说,我们今天想要看一下到底能够入射多少嘛 我们就先来看看会反射多少好了 因为反射完剩下就是入射短 因为我们刚说要维持这个动能的手痕 好,那反射的话呢,我们就想到了刚刚的这个反射系数 reflection coefficient 来,我们只是把前面的R2和R1分别用R7和RL来做一个取代 你就可以发现这个比例参数会变成这个样子 OK,RC就会变成这样 这个东西表示的是什么呢 我们说RC代表的是反射的 presure 跟原本入射的 一开始初期入射这个presure的比例是这样子的 那这是我现在想要知道是到底能够传递多少的能量进去 或是到底它会反射多少的强度回来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呢,只要跟超音波的强度 有关系的话呢 的计算呢,其实是跟 是跟这个运算市值有关系的嘛 对不对 这个东西才代表的是intensity OK 那这边是presure,这个是impetence 所以呢 我现在想要知道的是什么 如果我现在想要知道的是 反射的部分 跟入射的部分 它在强度上的比例上的一个比值的话呢 那我应该分别带入这个部分 OK 也就是呢 分子的地方是pr的平方除以 z reflection嘛 对不对 所以是z air还是tissue air 没错吧 下面的部分呢 就是incident的部分嘛 原本要打进去的部分 所以是pi的平方除以 哪个地方的阻抗 还是air 因为我是从空气入射到水 所以reflection跟incident 它其实是在同一个介质 这就是这个算式的好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两个的impetence都一样 所以两个通通都拿掉 换句话说 这个式子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是rc square 上面这个东西的平道 我在同影片上面写的东西 比较快一点点 所以在这个地方顺便解释一下 因此呢 你只要把那个rc的式子 带进去就可以了 OK 所以换句话说呢 为什么这个地方的比值 会等于刚刚的reflection coefficient square其实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接下来这些连串我们就不写了 不过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平方要怎么计算呢 分子和分母分别都有这两个的主抗 对不对 你当然可以一个一个带进去 但是你同时也可以在分子和分母 同样去除以z tissue的主抗 所以前面这个地方会变成1 后面这个地方呢 就是分别带入这个数字 OK 换句话说呢 这个东西会变成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例子里面的话 它会变成是 1-2.5 x 10 的富士次方 会变成这样子 用这样子的算法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你这一个reflection coefficient sorry 你这一个 对 reflection coefficient 它其实相对一实在是太小 当它太小的时候呢 其实是有运算上面一些简化的方式 比如说1加上2.5乘上10的富士方 分之1 我们说 当这个东西x太小的时候 它其实就等于这样子 或者是我可以再推广一下 当x远小于1的k字方的时候 它其实等于1加上kx 没问题吧 它就两开始而已 OK 所以呢 你用这样子的方式 你就可以把这个翻上去 变成是 1-5 x 10 的富士次方 这个地方两倍呢 直接沉进去就好了嘛 变成是 1-10 的富士次方 所以在这样子快速的运算之下 你就可以获得最终的这个结果 10的富士次方的话是0.1%嘛 1点掉0.1%就是99.9% 换句话说我今天打了100分的超音波进去 我反射了99.9%回来 这个意思告诉各位是什么 穿入的部分只有0.1啊 OK 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在打超音波的时候 可不可以透过空气打 千万不可以 因为你万一透过空气打 你等于什么东西全部都会被你的皮肤给反射回来 你的99.9倍反射啦 我们这个地方写的嘛 根据公式就是套进去以后 我们得到结果 OK 那如果都没有超音波可以进入你人体的组织的话 或是进入水的话 那你还做什么影像 我们靠的是超音波要进入人体组织之后 所产生的反射波 它在通过不同的界面说所产生的反射波 那如果都没有超音波进去 那根本就不用受影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做超音波影像的时候 如果有做过的同学就非常的清楚 放射师一定拿着那个探头呢 会在你的身体上面 靠在身体上面动来动去 找他想要看的那个界面 他一定会靠着 他不会腾空 虽然腾空的时候超音波还是出得来 但是他进不去了 更不要说在这个例子里 比如我们单纯只有看空气到人体哦 但是在我们的超音波设备里面 请问一下我们的超音波是有什么来制造的 PZT 对不对 所以一开始的超音波其实是在PZT材料上面的 那PZT材料来讲 相对于不管是相对于空气或相对于人体来讲 它的阻抗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你就更不用想说 PZT材料里面的这个超音波要传递到空气 再传递到人体来隔山打牛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一定要靠着人体才行 甚至如果你今天直接把PZT的这个材料 靠在人体身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阻抗差距其实还是蛮大的 来多大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回来刚刚那个table 黄色的部分是我们说用来约略估计人的部分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的话大概是 我们刚刚说过的是160万之类的 或是1.0乘上1.6 类似像这样子 因为下面的PZT的这个数字比较大 所以我们干脆就是各省掉十二三次方来看 所以下面这个地方呢是7.5乘上4等于30 上面是1.6下面是30 所以Roughly接近是20倍的差距 没有这个数字这么夸张啦 但是还是蛮大的 换句话说如果你今天把PZT材料 直接贴在人体上面打超音波的话 反射回来的比例还是很大 所以这会造成你今天制造出来的超音波 没有办法有效的被打入人体里面去 所以呢 才会多了这一层的结构 我们刚刚说我们要买一个梗 像后来再来解决嘛 就是这个Mation Layer Mation Layer的功能是什么呢 它的升波阻抗的特性参数呢 这个特性参数刚好会介于 超音波的这个压电材料的这个特性 以及人体的这个特性参数之间 所以它会变成是一个缓冲层 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我们才能够比较有效的 把超音波 制造出来的超音波 转入送到我们人体里面 OK 这个其实就是各位 最后一次作业的第二题 你可以去比较一下 有这个Mation Layer 跟没有这个Mation Layer 所造成的一个差异 OK 所以理论上来讲 这个Mation Layer的存在 它其实是帮助你 更有效率的把这个超音波送进去 但是 还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送进去 各位可以知道 因为 只要有Impedance的差异 你就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入射 它一定会有reflection的部分 OK 好 所以 你在做超音波检查的时候呢 那个碳头一定会靠在你的身体上 没有靠在你的身体上 那绝对看不到东西 除此之外呢 我们通常会要方便 这个超音波碳头在身体上面的移动 以及避免在 碳头还有皮肤之间 产生一些空气的尖气 一点点都不行哦 因为只要一点点就会差很多了 所以在做超音波影像之前 通常会用一些透明的凝胶 OK 或者是你要把它叫润滑剂也可以 反正就是它会把凝胶挤在你的观察的部位上面 比如说肚子 稍微抹一下 那个东西虽然看起来没什么作用 就是让那个碳头好滑动而已 但是其实它对影像的品质会影响很大 因为它可以避免空气的存在 OK 所以它有时候做一做发现这个凝胶不太够的时候 会产生一些夹缝的时候 它可能还需要补充一下等等的 所以 那个东西的功能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好 所以呢 今天可以适当的产生超音波了 超音波打到人体里面 也可以进去了 那我们由刚刚的这些理论的推导 我们知道超音波在不同组织之间的穿透的时候 它也会产生反射波 所以我就根据反射波所接收到的时间 去换算这个界面的深度在什么地方 我就知道 在这个超音波探头底下的 组织是怎么样排列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最后的步骤 要怎么样子去形成这些影像 然后再把它做正确的显示 那根据这些影像的显示的方式 其实可以分成 约略可以分成这四种 OK 分别的是 A Mode B Mode M Mode 和ColorDuper OK A Mode A指的是Amplitude B Mode B指的是Brightness 然后M Mode M代表的是Motion OK ColorDuper的话 代表就是那一个 呃 这些反射粒子的位移所带来的频率偏移 OK 我们会一个一个来讲 首先最简单的我们来看一下A Mode A Mode就是我们刚刚在说的超音波里面最简单最简单的圆形 也就是说我在超音波探头固定在一个点 然后打出超音波穿透组织之后呢 去接收等待接收这些反射回来的超音波 根据这一个反射波的传递回来的时间 我可以去推算它的距离 换句话说我可以画出一个图形就是 深度还有波动的强度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OK 简单来讲我们看一下 假设现在这边有一个超音波的探头 前面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压电材料产生的超音波 对不对 往前传递过去 传递过去之后呢 我现在就在等它回波的这个讯号 对不对 请注意下我们超音波在打的时候 通常我们只是打一个瞬间的超音波的Pause而已 脉冲而已 我们并不是持续的在做这个超音波的激发 原因很简单 因为 你今天只有一个压电材料嘛 你一次只能让它做一件事情 要嘛你要做Transmission 要嘛你要做Reception 如果你一直在做Transmission的话 那请问下谁要来做Reception 对不对 所以通常来讲 我们是打一个超音波的脉冲 让它进入到我们的人体 然后接下来我就等待 反射所那个带回来的这个反射波形 OK 好呢 那在A Mode里面呢 我们就根据今天收集到的这个讯号呢 它的振幅以及它的时间 所换算出来的深度呢 化成下面这个关系图 横轴呢 代表就是我接收到的时间 或者是我可以换算过后 变成它的深度 纵轴的部分就是反射波的强度 通常来讲反射波的强度 越大代表的是界面的特性越明显 OK 所以这样子的图形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A Mode Ultrasound OK 那因为在A Mode Ultrasound里面呢 我们其实是利用一个 超音波的脉冲 Ultrasound的Pulse 激发注意后 接收这个反射所收回来的这个反射波 反射波其实就是回音嘛 就是你在面对山谷的时候 大叫一声 然后那个 听到的声音就是回音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把它叫做Pulse Echo Imaging Echo就是回音的意思 OK 单一的Pulse 所收集的回音 所形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像 但是这个影像 基本上其实它是一个一维的影像 它只有一维的information而已 因为就是这个 入射波的这个沿线 所收集到的这个资讯 空间资讯而已 那想当然这个蛮有限的嘛 因为人体是一个三度空间 那你现在只知道这条线下去是怎么样子而已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获得多一点点的资讯哦 那多一点的资讯要怎么办呢 我们会改变入射波的位置嘛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其实在超音波探头的部分呢 我们前面 原本刚刚我们讲的都是一整片的压电材料嘛 对不对 事实上你可以把这个压电材料分成 切成很多个单元 比如说我可以切成100个单元 OK 切成100个单元的话 我每一次激发的时候 每一次产生超音波的时候 我就只有单一个单元 会产生这个超音波的讯料 产生震动而已 所以呢 我今天送入的超音波的位置都不一样 因此我收集来的资讯都会不一样 那在不同的位置分别收集到资讯之后呢 我可以把它整个整合在一起 我就可以得到一张影像 对不对 得到一个二维空间当中的一个分布情形 可是我今天得到的是二维的空间的资讯的时候 那想当然我们刚刚的纵轴就没有办法用 因为我们刚刚的在A mode里面的纵轴 显示的是反射波的强度嘛 对不对 那现在反射波的强度没有 没有dimension可以使用了 我们可以怎么变换呢 我们就使用灰阶影像里面的亮度 来显示反射波的强度 OK 所以我们转换一下 原本只有一条线 现在变成很多条线 在同一个平面上面的很多条线 那原本我们是用 用纵轴的这个高度来表示反射波强度 现在再换一下变成是用灰阶的亮度来表示反射波的强度 那如此一来把每一条都组合起来 比如说我刚刚那个例子里面 我们切成100个enlement 对不对 所以有一百条扫描线 把这一百条扫描线组合起来 就变成一个一百条扫描线所构成的一个深度的影像 OK所以一般的超音波探头贴住你的身体之后 它获得的空间资讯在什么地方呢 是沿着那个探头一定会有一个比较长的方向 对不对 那个长的方向是这个影像其中的dimension 另外dimension就是深度 OK 以我们的示意图来显示的话 就有点点像右边这个地方 上面切成很多个小格 就是我刚刚说的 我们会把前面的压电材料切成很多个element 然后每个element呢 它会去产生超音波送进去 送进去呢不一定都要用垂直的方式 它可以有一个弧度 所以在一般的那个所谓的b mode ultrasonic 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成像范围 通常是一个扇形的范围 OK 那你今天有几条的扫描线 你就可以构成多少的一个影像 解析度是多少的一个影像 那在整个扫描的操作成像过程当中呢 它的时序组就长得像这个样子 OK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代表的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有一些波动的这个地方呢 代表的就是你打出去的超音波脉冲 我们刚刚说超音波脉冲 通常都只会打一点点而已 一般来说呢 大概只会打三到五个波长的长度而已 三到五个波长的长度 或者说三到五个周期的超音波 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来回想一下超音波的频率是多少 几个MHz right 两个MHz到五个MHz 我们用那个频率最低的 也是波长最长的来换算好了 因为这是你会需要最长的时间 两个MHz 请问一下一个周期的话等于多少时间 一MHz的导速就是一个Microsecond 对不对 两个MHz的导速就是0.5个Microsecond 所以换句话说你就算打了三五个 你所需要的时间 了不起也就是两个Microsecond 所以你做一次Pause 做一次Pause 超音波的脉冲 你需要的时间大概就是一两个Microsecond 而已 频率越高你需要的时间会越短 打完了之后呢 我们说打完了之后 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等待 等待这个讯号回来 可是到底要等多久啊 是要等十个Microsecond 还是一百个Microsecond 还是一个minisecond 还是要等一秒钟 到底要等多久呢 会跟什么有关系 会跟第一个 拨运动的速度有关系嘛 对不对 拨动跑越快 你等的时间越少 第二个 既然是时间的话 那跟你想要看的距离 绝对有关系嘛 想要看的深度有关系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今天抵达你最深最深的位置 再回来 OK 这一个Round Trip 所需要的时间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 所需要等待的时间长度 因为你希望收到的讯号 最深就只要到这个地方而已 再深的 其实你也不想收了 OK 所以各位在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把这一段的区间呢 把它放大上来 OK 这一整段的时间呢 代表的就是 我需要 我在做一次脉冲的激发之后 所需要等待的时间长度 等待的时间越久呢 代表的是 它的深度就会越深 这里的Range 代表的就是你今天超音波 影像里面所观察的Dex是多少 最深的深度是多少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正比的关系式 甚至你也可以由这个正比的关系式去看到 它背后认为的超音波前进的速度 是多少 怎么说呢 我们刚刚说 其实最远的深度 你要等待的时间 就是你抵达最远的 最深的这个距离以后 再反射回来所需要的时间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一下 500个minisecond 500的microsecond 它所相对应的深度 如果是38.5公分 那代表的是 这一个超音波 其实已经前进了 77公分的距离了 要到那边再回来 对不对 77公分的距离 再除以500个microsecond 这是什么 这是超音波在你的人体组织里面前进的速度 来稍微换算一下 分子的地方是公分 分母的地方是microsecond 我们把它换算成比较习惯的公尺每秒 所以分子的地方大概会是 77公分的话是0.77公尺嘛 对不对 分母的地方的话 500个microsecond的话呢 是5乘以10的-4次方秒 应该没错吧 OK 你可以稍微去换一下换算一下这个数据 OK 把10的4次方乘上去的话 会变成是700 7700 7700除以5的话是1540公尺每秒 我不翻了 各位去翻一下前面那个table里面 软组织的波数是多少 这个数值 1540 我们刚刚看过很多次或许有同学有印象 OK 所以在那一个图上面我们的距离深度跟时间的对应 其实就是根据这一个波动的速度而来 OK 好 再回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在整个bmode的scan里面是由什么样子的内容所组成的呢 基本就是送一个脉冲等一段时间 来再换另外一个element 送一个脉冲再等一段时间 再送一个脉冲等一段时间 这每一段时间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pulse repetition period 也就是构成每一条扫描线所需要的时间 那你把total的扫描线的这个数目再乘上这个prp 这个period 就等于单张的bmode影像所需要的时间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再来详细看一下这些比例 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说等待的时间来讲的话呢 可能大概是500个microsecond 不过这个通常有点点比较太长了一点点 因为它可以看到的深度是38.5公分 请问一下你的身体从哪一个角度切进去以后 会有深度抵达到38.5公分的地方 其实有点难 因为通常来讲我们想要看观察某一个器官的时候 我们会选离体表最近的那个切点下去嘛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看肝脏的话 我没必要从这边下去嘛 我一定是从这个地方进来 我要从心脏的话一定是从这个地方进来 OK 通常来讲会从肋骨的下面进来看心脏 不会从肋肩 原因很简单 因为骨头的主抗太强了 别忘记我们刚刚说的Z等于low乘上C 骨头的主抗约略是跟PTT 这种材料主抗是差不多的 换句话说呢 所有的超音波打到骨头以后 会发生什么是 反射 这就为什么超音波不能拿来看骨头 OK 这也是为什么超音波不能够拿来看脑袋 因为脑袋外面全部都是骨头 只有一个东西例外 胎儿的脑袋会例外 因为胎儿在刚生出来的时候 它的脑袋的 就是它的头骨的那个含水率还算蛮高的 而且它上面会有一个东西叫杏门 那个地方还没有完全关起来 所以可以从这个地方观察到脑组织的一个结构 否则一般人是没有办法看头部影像 所以我们刚才说超音波其实最有力的位置在哪边 是其实在这个部分 因为没有骨头可以挡你嘛 有的话就换一个角度就好了 OK 好 再回来我们这边 我们说500个minisecond 相对应到的是38.5公分 接近40公分的深度 这有点太夸张了 一般来讲30公分应该就很够用了 所以呢 换句话说 Roughly可能是只要等个300 当然这是非常Rough的一个估算 三四百个microsecond是非常非常够的 这一个时间呢 不管是300microsecond或500microsecond 不管你怎么去改变这个深度 相较于你每一个脉冲所需要的时间 也就是一两个microsecond 都非常的大 换句话说呢 我们在估算这个bmode的scan 所需要的时间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就只是看 搜讯这个地方所需要的时间是多少就好 那个一两个microsecond只有几百分之一而已 你那根本可以忽略掉 没问题 你transmission的这个时间短很多 相较于reception来讲会短非常非常多 OK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 那此外呢 你今天如果要收集 越多的扫描线来说的话 你需要的时间就会越多 因为就等倍累积嘛 那越多的时间代表 你可以收到越多不同的位置 你得到的空间资讯会越多 那代价就是花越多时间 如此而已 好 所以呢我们到底会花多少时间呢 这个bmode的扫描时间呢 很明显的会跟很多一些参数有关系 首先它会跟每一条扫描线 所需要花的时间有关系 每一条扫描线所需要花的时间 就是我们刚说的等待的时间嘛 对不对 相当于两倍的最大距离 处以波动的速度 所以你要看的地方越深 你需要花的时间会越久 OK 以我们刚刚接近40公分为例来讲的话呢 它需要的时间其实也不用很久了 大概是500的microsecond 或是0.5个minisecond 此外呢 它跟什么东西还有关系 跟扫描线的数目有关系 那一般来讲的话 bmode scan的扫描线 大概是100到150条 这样子构成的一个影像 所以以100来讲比较好记好了 OK 100条扫描线 请问一下总共需要的时间是多少 0.5乘上100 等于50个minisecond 50个minisecond 是什么意思 一秒钟可以收几张影像 这是50个minisecond的导数嘛 对不对 换句话说你其实一秒钟可以收20张影像 这个数字有没有很惊人 绝对有嘛 因为它比我们之前讲的所有的一群影像的这个模式 要花的时间其实比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短 OK 所以超音波影像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它花的时间很短 请注意一下哦 我现在其实都是在处于比较高估的一个状况 比如说我刚刚说的深度其实不需要那么深嘛 如果今天你只要看肝脏 20公分搞不好就好了 20公分的意思就是代表每一条扫描线所需要的时间就减半 所以在解析度不改变的状况之下 我们刚刚说一秒钟20张 现在便可以变成一秒钟40张 OK scan的frequency其实是会提升很多的 相较于视觉占流 OK 我们这边有提到一个东西 人的眼睛其实是有视觉占流的一个现象嘛 所以当我们的影像播放的够快的时候 照片播放够快的时候 它就变成是电影的嘛 就变成是一个movie了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要克服视觉占流所停留的这个时间 视觉占流的时间 每个人一样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长度 但是Roughly大概是16分之1秒 也就是你每一个frame每一个frame更新的速度 比16分之1秒还要快的时候 对你来讲它就像是一个movie一样 那我们刚刚算出来了 一分一秒钟有20张嘛 换句话说每20分之1秒就更新一张影像 对不对 甚至有必要的时候你还可以把它提升到 每一秒钟每30分之1秒或每40分之1秒就更新一张影像 所以基本上我们认为超音波的b mode 可以当成是realtime image realtime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你的肚子里面 现在你的身体里面怎么样 它马上就反应起来 马上就照给你看 那也因为它成像需要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 所以它根本不怕身体有什么样子的运动 心跳它也不怕呼吸也不怕 因为对它来讲都很慢 它需要的时间只有几十个mini second而已 可以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 所以虽然我们在看超音波影像 来看一下举下例子 这个左下角这个是肝脏的影像 肝脏影像里面的话如果亮点太多 其实是不好的消息 因为通常来讲亮点反应的是脂肪 亮点太多就是脂肪肝 或者是肝硬化 或者是纤维化 都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你的肝脏在发亮的时候 代表就是它已经快要不行了 要好好保护一下 不要小心会爆掉这样子 右上角这张影像的话是心脏的影像 那我们刚刚说心脏影像 因为要避开胸骨所造成的这个干扰 所以通常来讲都会从 那个肋骨下方这个地方往上照 所以其实呢 你最接近transducer 最接近那个超音波探头的地方 是你心肩的地方 心室的尖端的地方 所以跟我们一般在看心脏的 这个orientation刚好会反过来 我们通常是从上面往下面看 但在超音波里面 比较习惯的是从下面往上面看 所以这边有刚好一二三四四个枪式 下面这两个其实是心室 下面这两个其实是心宝 这一个是左心室 好一般人通常在看到超音波影像的时候 包含这两张影像 或前面那个产检的那个拆额的影像 我们都会觉得说 这个影像品质好像不是非常的好 虽然不像盒子音乐影像好像很糊 但是起码在这个影像里面看起来 好像杂讯还算蛮多 对不对 可是我可以跟各位说 其实超音波影像最powerful的地方 是在它所需要的时间是极短 我们这边有几个example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一个 因为在投影片上面 我们都只能显示静态的影像 但是在 如果我们把整组影像 秀出来的话 那个感觉会有点不太一样 虽然看起来单张影像很模糊 但是藉由动态影像 其实你对整个物体的分布 还有它的一个状况 你其实会有一些时间上 会弥补空间上的一个资讯 你会 其实你对它的感觉还是会蛮清楚的 所以以这个胎儿来讲的话 你看哪边会亮 这个地方有头骨嘛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很亮的 这边下面的地方是我们它的脊椎 OK 这个是中间的那个 它的心脏的地方 这个是心脏 在跳动 OK 那这边亮亮的地方是它的骨头 脚的骨头 等一下好像会有到手的骨头之类的 这个地方就是它的脊椎 好 为什么脊椎会亮起来 骨头会亮起来 因为它的反射波会很强 所以我看不太到骨头里面 但是骨头的 和组织的那个表面会很亮 这样 这边就是它的脚 所以我们会让它 会在这个地方去看它 是不是五根手指头 五根脚指头之类的 这样 好 再来看另外一组 这个是心脏的超音波影像 比较长一点点 所以我会跳着给各位看 这个地方告诉各位 他们的这个 通常在看心脏影像的这个切入点 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刚刚看到那个view 其实是在C这个地方 epical view 也就是从心肩的这个地方照上去 你就可以看到整个四个枪式的一个分布 然后 然后 直接看一下后面的一个影像 从这个地方照上去 ok 所以这个右边呢 就是单张影像看出来 结果跟我们刚刚那张 其实有点像 会是四个枪式 分别对应到 就是上面是心式的部分 下面是心房的部分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左心式 这个地方 然后呢 更重要的是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一个是动态的结果 所以你不是只有可以看到枪式而已 甚至可以看到那个瓣膜的开闭 各位可以看到房式瓣吧 Metrovalve 还记得吗 真帽瓣 这个呢 是我们的那个 Triccubic valve 三肩瓣 这边是位在左心式和左心房之间的 这个是右心肢 右心房之间的 你可以看到那个瓣膜在动的状况 还有肌肉 整个心脏的肌肉在收缩的情形 ok 所以它在影像上面 其实算是蛮有用的 那后面它有介绍一些不正常的例子 我们就先补看了 所以我觉得超音波其实 它的强处在于 它的那个更新的速率 其实是非常非常快的 这个速率甚至是可以跟我们 那个一般影像档的更新速率 是可以批底的 各位知道 你们的萤幕的更新速率是多少吗 你的电脑里面 显示器 不管是nodebook或是做上行的 这个萤幕 它的更新频率是多少 有兴趣的话我们去查一下 应该是60Hz 60Hz的意思就是 一秒钟60个frame 我们这个已经可以到一秒钟40个frame了 ok 所以其实速度上面是很快的 ok 所以你的那个电影档 movie档 或是mpeg 那个file 它其实每一秒钟的更新的频率 大概也就是这个数字而已 不会更快 不然的话也没有写字器可以显示 不是吗 ok 好 所以以上是我们的b mode 它在整个超音波影像的应用上面是最广的 再来我们要讲一下m mode m mode是motion mode 它其实想要看的是组织的运动 这里的motion指的是组织的运动 好 它其实跟b mode有一点点像 只是它的差别在于b mode是去收集不同的扫描线 不同的扫描位置来得到一张单张的二维的影像 可是m mode跟b mode不一样的是 它也一样随着时间重复的去做激发和接收 但是它的扫描的位置在同一个位置 它想要知道这个位置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是怎么样子的 那由于一张的一条扫描线通常只需要几百个microsecond的时间 那代表换句话说它的取样频率可以到非常非常的高 因为取样周期只有几百个microsecond嘛 对不对 所以取样周期其实是几kHz这样子的 或甚至几十 大概是几kHz 几kHz这样子的频率去观察组织的这个运动 所以在这么高频的解析度底下 基本上任何的运动你都可以观察得到 所以一样我们来看一下 上面这一个是一个非常传统的b mode的影像 来显示那个血管的部分 它想要看的是什么呢 它在这个地方会标记起来 这个曲线的地方就是这一组m mode 想要观察的位置 它跟b mode的差别只是在于说 它从头到尾都一直观察这个位置 只是它随着不同时间 横轴的部分 水平轴的部分代表的是时间 它把不同时间所观察到的结果 把它整个排列在一起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血管的部分 它会随着时间一直在变动 一直在变动 而且有很明显的周期 因为这个周期就跟我们的心膜的速度 有很大的关系 对不对 因为这边看的通常都是心血管 所以如此一来 你对于这些血管的形变 或者是那些半模的运动 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即便你今天就是在空间上面 集合上面是比较受限 但是唯有你可以看到非常高解析度 高时间解析度的这样子一个 物体的一个运动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也是非常的powerful的 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Color Dupter的一个Ultra Sound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跟前面不太一样的地方 前面都是假设这些组织不太动的 所谓不太动的意思是 在单一扫描的时间里面 单张扫描的时间 或是单一扫描线的时间里面 你的组织是不动的 所以那个心跳或是呼吸 对你来讲 其实没有感觉就像没有在动的一样 可是Color Dupter呢 它的指的意思说 我今天只要在观察的时间点的时候呢 如果有任何的这些反射的物质 是会移动的话呢 它可能会造成频率上的差异 这个就是Dupter效应嘛 Dupter effect OK 我们前面也用过类似的这一个动画 来显示Dupter effect 左边是禁止不痛的组织 所以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去量测 它的频率的话呢 跟原本你讯号产生的频率是一样的 也就是我今天超音波 从探头离开打到界面再反射 这个过程当中你的频率都会维持一定 右边呢 则是物体在移动的时候所产生的现象 比如说我今天打到的是血液的这些血球 它在动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只要这个它运动的这个方向呢 跟我波动的方向没有完全垂直的状况之下呢 它就会产生一些频率的位移 那我只要根据这个频率的位移呢 我就可以去大约推算速度的分量是怎么样子的 OK 这个就是我的Dupter的这个速度影像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会把这些速度的资讯呢 叠加在原本的那个灰阶的Bmode影像上面 所以往往你在用Dupter的方式来观察超音波影像的时候 你会看到两者 背景的部分的话呢 会是黑白的就是Bmode超音波 那彩色的部分呢 就是由我们刚刚的Dupter effect 我计算出来的一个速度的分量 比如说在这个例子里面 它看的是左肺静脉的这样子的一个流速 那我们之前讲过 通常因为只要讲到速度的话一定会有方向 对不对 那远离探头和靠近探头所带来的频率差异 频率的偏差刚好是反向的 当物质离你越来越远的时候 这个频率会下降 当物质离你越来越接近的时候 往你前进的时候 往探测头前进的时候呢 这个频率会上升 所以我们通常在这里边分别用 蓝色系或冷色系 以及红色系或暖色系来表示 Redshift代表是远离 因为频率下降 Drewshift代表是频率上升 所以是靠近 类似像这样子 那除了用来观察血流的速度以外 有时候我们也会用来看 心肌的运动的速度 右边这张图的话 显示的其实是心肌的运动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好所以超音波的一些简单的原理和应用 我们大概讲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综合一下 超音波相对于其他的医学眼相来讲 它有一些优点 包含比如说它比较便宜 一台超音波的价钱 大概是在几十万到上百万这个scale 当然还不是很便宜 这个数字还是很大 但是相较于我们上次讲的 这些电脑断层扫描 或是核子医学 尤其是核子医学的这些设备来讲 它应该算是便宜很多 便宜非常非常多 OK 此外呢 因为它可以 以现在的这个电脑技术的进步 整个reconstruction 所需要的这个运算的效率 其实都大为的提升 所以它整个机台呢 可以做的跟这个 我们的行动的这个硬碟一样大 所以呢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其实就跟我们做上人线 脑不会差太多了 所以它是可以被带着走的 尽管绝大部分的使用还是固定 不过它有这个能力就是了 其它是没办法 不管今天你要做x-ray 或者是要做CT 或者是要做核子影像 或者是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提到的MRI 你通通都是要迁就那台机器 那台机器是搬不太走的 OK 不过照音都搬得走 再来呢 它有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成像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只要几十个mini second 就可以得到一张b mode的影像 那这个东西可以变成是一个real time的imaging 或者是在手术的时候呢 它可以用即时的方式 就告诉你里面的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可以搭配intervention 这样子的侵入式的一个手术 来监测手术的各个过程 以及术后的恢复的状况 OK 此外还有一个重点是 我们一开始提到的 它其实是没有需要放射性 不会产生放射性的一个累积 辐射的累积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也是相当具有优势的 代表你可以 只要是有空的机台 有空的人员可以操作 你可以一桌再做这样子 最后呢 甚至它除了在那个诊疗之外呢 它可能还有一些治疗的能力 请注意一下 医学影像绝大部分呢 它的能力都在于那个 临床的诊断上面 它可以让你知道 体内的这个情形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可以让医生做出正确的诊断 治疗部分呢 通常还是依赖外科的方式 或者是内科的这个药物治疗的方式 不过超音波在这一点比较特别的 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超音波 所谓特殊的超音波是指的是那些 非常高能量的超音波打到身体的时候 我们知道超音波的传递需要介石的震动 越高能量的超音波打进去代表 它的震动会越厉害 震动的强度会越厉害 这些震动呢 这些粒子的震动呢 它会摩擦升热 转变为热能 那功率不是很高的时候 这个热能会被带走 不会造成其他的生物效应 可是如果功率太大的时候 这个热能就没有办法及时的被移开 所以它就会造成局部温度的上升 产生温度的上升 其实对人体来讲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因为蛋白质的结构对温度非常的敏感 你只要上升到四十几度的话 它开始就会变性 变性的意思就是它就坏死了 回不来了 但是呢 这对于一些肿瘤的治疗来讲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故意给它很高的强度 施加在那些肿瘤的位置上面 它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去杀死那些细胞 而且没有用辐射线嘛 你用的是高能量的超音波 所以换句话说 不会有那些放射线治疗所带来的副作用 所以这方面其实是非常具有卖点的 这在这几年来讲也是一个很热能的研究话题 所以各位看一下后面这个HIFU指的就是 High Intensity and Focus Ultrasound 它除了要有高能量强度以外 它需要能够聚焦这样子的一个超音波 才能够有这种治疗的一个效果 好以上是好话 那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它的缺点最大的缺点最明显的缺点 就是各位在影像上面会看到的那个缺点 那个缺点我们给它一个特别的秘密 叫Speckel 为什么会有这些缺点呢 因为我今天接收到的穿球理论上来讲 我希望接收到的是单一个界面 所反射回来的单一个波动嘛 但是问题呢 我今天把波动打出去 反射回来的时候 这个反射波可能在那个时间点上面 是很多不同位置的反射波 只是它最后回到这个探头的时候 是同一个时间而已 因为在反射波的路程中 它可能会经由散射之类的 所以在这些不同路径的反射波 会去到我们的接收的transducer 超音波探头的时候 它可能会产生相位不均的一个状况 Incoherence 它相位没有一样 那各位都知道 我今天收到很多的波动 但它相位不一样的时候 就会产生干涉的现象嘛 或破坏性干涉嘛 对不对 所以整体的波动的强度 就会有所改变 可能有时候加成有时候变差 因此就会造成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就是做special norms 这样子的现象 这没办法 所以超音波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杂讯存在 此外呢 超音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每一个人在做超音波影像的时候 即便你今天使用的参数完全一模一样 打出去的强度一模一样 你有可能得到两张不一样的影像 举个例子来说很简单 你知道放射是 超音波的放射是最怕什么样子的收视者吗 他们其实很怕肥胖的收视者 为什么 因为皮下脂肪很厚 皮下脂肪很厚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你的超音波很容易被反射 OK我们刚好说过 可以回去看一下前面那个表 脂肪跟软组织 虽然以整个这个范围来看不会差太多 但是其实在众多的软组织里面 脂肪和软组织的差距其实算是比较明显 也就是说他们的acoustic impedance 其实是差别比较大的 换句话说你今天超音波要穿透脂肪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的成分被踢掉了 因为反射掉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从脂肪又进入到你的器官的时候 又有很大的成分被反射掉了 别忘记了 这样子的路径要来回两次 因为皮下脂肪在最外层 所以它要进去再出来 OK换句话说呢 即便你今天打进去的外在的 这个超音波的强度是一模一样的 你得出来的影像品质 也有可能有很大的差别 OK 所以这个小小的尝试告诉各位 那个其实不要太胖还是有好处 起码你做出来的超音波影像的品质 会比较好 OK 好 我们超音波讲到这个地方 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讲电话